诊所爆出误打疫苗后 晚间已经暂停协助接种服务 因为属于社区型诊所规模不算小 还是有不少民众会前来看诊 从诊所跑马资讯来看 他们协助附近住户接种相当多种疫苗 恐怕也是因此才发生误打状况 11月16日一位民众本来是要来接种流感疫苗 结果诊所误把他注入了莫德纳 好家在民众第一剂试打AZ 被误打莫德纳这一天 也已经跟第一剂间隔满九州 风险相对低 刚好也还没接种COVID-19疫苗的第二剂 保险期间诊所11月18日到24日这段期间 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都将先暂停接种 一共有292位民众会受到影响 全转到其他医疗院所施打 之所以会发生错打 据了解是护理人员在核对上失误 诊所在发现之后 也有按照流程通报 北市卫生局再提醒 人员协助接种前务必要三读五对 确认疫苗厂牌剂量跟校齐 避免误打状况再发生 UIS新闻 李明辉 零瑞台北报道